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华人案件 死者是一名57岁的中国籍男子 中国州法使馆与华人社团代表迅速联系了死者家属 并督促法国警方尽快查明事件真相 被警方击毙的刘姓男子26号周日案发当晚 在位于巴黎19区的家中 因为噪音问题和楼上邻居产生了纠纷 据死者家属介绍 邻居报警后 几名警察到达现场试图进入死者公寓时 没有表明身份 在强力撞击开房门后 直接开枪击中死者导致他当场死亡 死者的两个女儿目睹了父亲被击毙的全过程 向凤凰卫市记者讲述时 依然情绪激动 我可能很高兴尽是未经轻说的 后来我从事开始从事人们都停止 像这样的声音 没说,这就害怕了 所以我开始做了 我打开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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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,一突然 它开始了 更加快 有了一会儿 它开始移动 然后,它开始移动 然后,它开始移动 然后,我看到了 一小时的门 然后,在两个小时的 我父亲没有了 我完全没有了 所以,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然后,我看到 他在地上 有一个灵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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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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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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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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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